华盛顿消息 拜登政府高层消息人士说 白宫今天将会详细说明 禁止部分美国资金投资中国敏感科技的计划 并且要求进行其他类别投资 也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据路透社的报道 相关计划目的在于避免用美国资本和专门技术 助长中国军事现代化科技的发展 从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名高阶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这项命令渴望今天发布 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多次表示 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进行的任何限制 都是有严密的针对性的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4月曾经表示 这些措施都是量身定制的 它们不是北京所说的技术封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曾经表示 政府不希望管太宽 管太宽的任何情况都会伤害美国劳工和经济 消息人士指出 白宫渴望把炮口对准美国私募基金 创投以及合资企业对中国半导体量子运算 人工智能进行的投资 行政命令规定范围内的投资必须通知政府 而且某些交易将会遭到禁止 伦敦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自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600家欧洲企业的年报和2023年的财务报表显示 176家欧洲公司出售 关闭或削弱了在俄罗斯的业务 这导致他们的资产缩水 欧洲企业因为俄乌冲突 遭受了至少1000亿欧元的损失 报道说这一数字并不包括俄乌冲突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比如因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而导致的成本增加 根据金融时报的分析 这些欧洲企业在俄罗斯的业务损失 一半以上来自于能源和公共失业领域 英国石油公司 国际能源巨头翘牌和法国石油巨头 道达尔能源公司的损失高达406亿欧元 而公用事业公司直接遭受了147亿欧元的打击 除此之外 德国化学和汽车损失巨大 11家汽车制造商损失了64亿欧元 雷诺于2022年5月出售其莫斯科工厂和俄罗斯 福尔加汽车制造公司的股份后亏损了23亿欧元 大众汽车报告了20亿欧元的减击 莫斯科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俄罗斯普京总统昨天签署了一项法令 允许俄罗斯出口农产品的买家用卢布付款 根据报道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俄罗斯国有农业银行 与环球银行兼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间的支付网络被切断 之后俄罗斯多次要求重新接入该系统 但一直未被批准 上个月普京强调了在对外贸易中 用本国货币结算的必要性 俄副总统阿布拉姆勤科近日表示 新法令将简化友好国家进入食品市场的途径 并保护俄罗斯出口上对俄罗斯友好国家免受制裁的压力 北京消息 中国房市持续低迷 问题房源大增 导致法拍屋市场空前冷清 北京一间独栋别墅 估价约为人民币2.46亿元 经两次拍卖降到了1.38亿元 砍价警办 仍无人问津 宣告流派 据北京商报今天报道 房市成交掉头向下 问题房源大量涌入 法拍屋彻底凉凉 在刚刚过去的7月 法拍屋市场呈现三大趋势 流派率高 溢价率低 成交价集体跌穿估价 在最大的法拍屋平台阿里拍卖 7月共有152间住宅拍卖 成交90间 在这成交的90间当中 超过平估价成交的住宅仅7间 比例为7.8% 平价成交4间 比例为4.4% 79间低于估价成交 比例高达87.78% 此外阿里拍卖7月的住宅 总共是62间流派 流派率高达了40.7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